所以把商业区交给他 你呢 尽快地把手上的工作移交一下 咱们去旅游吧 我不要旅游 我要商业区的经营权 你是女人 经营方面的事情 就不要再操心了 女人怎么了 在你心里是不是认为女人天生就应该伺候人 比男人低一等是吧 其实 我想要的也不多 我就是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姜 姜之凡 那片商业区是我拿下来的 我现在请你把经营权给我 你不要拿董事会做借口 你是姜氏集团最大的股东 什么事情都你一个人说了算 现在 就把你帮你 把这份文件改了 取消浩天的经营权改成 由我潘小婉全权经营 骑字 小魏 能娶到你 就是我的夫妻 能嫁给你 也是我的夫妻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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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听陪你安前马后的 陪你算计人 陪你吃 陪你喝 我还得陪你睡觉呢 你签字啊 小魏 三个是夫妻 需要互相尊重 商业区那边 需要方方面面的照顾 这方面 浩天他比你强 浩天比我强 真的是他比我强吗 还是因为他是你儿子 因为儿子比老婆更亲 是不是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小志凡 你还不如干脆直接告诉我 我潘小婉在你心里 就只不过是一个 伺候你 可以供你满足男人需求的年轻女人 我可是你儿子 你为了那个女人 你要赶我走是吧 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天 你儿子江浩天 才是你的心肝宝贝 你们江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你真是老奸巨花 我打下来的江山 你让你儿子见现成的 你真是太让我寒心了 亲爱的 你别跟我交情了 你就答应我呗 行吗 乖 只有我 你心疼了 那我告诉你 我的心比你的疼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 还整天跟我说什么一家人 你自己心里想起 是你的心疼还是我的心更疼 志凡 你对我真的是太好 能嫁给你 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事 我今天就为你一件事 这字你签还是不签 你要是签 我们就还是夫妻 你要是不签 你就不要跟我半年不认人 他用小婉 他要你的命你给不给 给 他如果要我的命我就给 你别装了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咋来了 董事长 去过了 快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 是 江总事长 药快没了 我去请护士来换药 去吧 你不是王律师的助手吗 王律师来看董事长了 是 这个时候见律师 董事长是不是让王律师 起草离婚嫌言 不是这样的 您误会了 董事长只是要修改遗嘱 遗嘱 董事长 这是安装您的意见 修改的遗嘱 您跟着 夫人 董事长 您好好休息 我们先走了 芝芳 想不到你这么崛起 就因为商业街的事情 我说了几句气话 你就把律师都请来了 我嫁给你 就算对公司没有功劳 可是对于你 不管是精神上 还是身体上 我都给过你快乐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 你要把我以前 所有的好都抹杀掉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小婉 小婉 你还爱我吗 我爱不爱你 还有用吗 你不是已经请了律师 修改了遗嘱 你不是打算一分钱 都不留给我吗 让我说中文 是吧 江志凡 那个大骗子 你以前对我所有的好 所有的甜言蜜语 都是假的 我是明白过 可是 你每次对我好的时候 我都感觉特别开心 我在心里一直感激 感激 你给了我父亲一样的爱 可是我错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 你这样的事 根本不值得我去干 因为 你从始至终 都是在利用 你利用我年轻的身体 年轻的心 为你这行之将死的老头陪葬 我真的是对你太可惜了 我早就应该下手了 把所有能弄到手的产业 全部改成我姓潘的 不要这么看着 我潘小婉年轻貌美 有资历 有本事 想娶我的男人排成好几排 没有你姜之凡 我照样能成功 你 你 这话不好听是吧 姜老头 以后 我再也不会对你 阿谀 封城 没言去心 好听的话 没有 其实 你现在 利益中 有点为时观燥 因为 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快地死 你听着 只要我拿不到我想拿的 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留 我要把你 一点一点的 齿干不尽 等到我想要给你离婚的那一天 你身上弄留一条苦茶就不错了 我看你拿什么 你给你儿子 我要让你儿子江浩天 有事贫穷不得凡事 难受不是吧 我去给你签护士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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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上海 上海 中文字幕——YK 董事长 董事长 医生 医生 不得鬼 姜志盪 你贴未来的 反正欠ise 意思吗 不行 还请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怎么会这么容易死呢 不可能 儿子 对幸福快乐的定义 跟每个人心里面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开始宣读江志凡先生的遗嘱了 第一条 现今公平的一分为二 由独子江浩天和妻子潘小婉 每人各继承50% 第二条 婚后所有买给潘小婉的珠宝首饰 及本人购买的字画收藏品 归潘女士所有 其他珠宝首饰 字画和各种收藏品 归江浩天所有 第三条 江市集团股份 百分之四十归江浩天所有 百分之四十归潘小婉所有 百分之二十归沈美希所有 继承者自继承之日起五十年内 不许出售其名下所有股份 第四条 东方江市集团 江浩天为第一顺位 继任董事长 潘小婉为第二顺位继任董事长 第五条 江之凡名下其他别墅 归江浩天所有 目前所住别墅 归江浩天和沈美希所有 若沈美希和江浩天任意一方 不愿与对方一同继承这套别墅 则该别墅捐赠给流浪动物之家 令江浩天和沈美希任意一方 均无权出售 该别墅产权 妈 大姐付不上让钱 再给江浩天吧 还能干点别的吗 小婉 不会是真的被我猜中了吧 那个江老头一死 什么都没给你留下 江之凡把江氏集团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留给了我 另外的百分之四十 留给了江浩天 江之凡对你还是有情有义呀 江氏集团 现在至少值个百分之一 百分之四十我算是 四十个亿 对 四十个亿 小婉 江老头这一招可够狠的哈 你跟那个江浩天各占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说 如果是谁想要在江氏集团 当家做主的话 谁就要争取那另外的百分之二十 那二十她给谁了 对 给谁了 给了我妹 沈美希 她可真是老谋生算哪 她一定是知道你妹妹 并且善良冬厚 所以想用她去牵制你和江浩天 小婉 这下可有得你玩了吗 还有更离谱的 这江老头 把我们现在住的那套别墅 也给了江浩天个审美希 前提是 不允许他们卖掉 更不允许他们彼此赶对方离开 那她就是摆明了想让他俩结婚吧 这江老头死了死了还要天天堵 他可真够逗的 你们俩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假如沈美希嫁给了那个江浩天 她那百分之二十的顾问是谁呢 到那个时候 江浩天就是江氏集团最大的股份 如果他给你耍一点罗招 那你在江氏集团就没有理所之敌 到那个时候 你就一分不知恶 你不知恶